刚进家府的时候,林黛玉随身就带了两个人,一个是十色的小丫头雪燕,一个是她自幼的奶娘王嬷嬷,雪燕都是一个有点懵懂,不太懂事的小丫头,那么事实如何呢? 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极致读书,今天带你来揭秘。 从进容国府时候,林黛玉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看出,林黛玉所具有的察言观色的能力和细致缜密的心机,绝不是一个几岁小孩子能做得到的。 弃船登案后,只稍微观察了一下几个三等匍匐的吃船用度,林黛玉就暗下决心,以后要步步留心,时时在意,免得被人耻笑了去。 家母嫌弃雪燕,是因为她肾小,一团骇气,所以料定黛玉不遂心省力。 从后门来看,家母的过滤并不是多滤,子娟是宝月的时候,她想,春天凡有残疾的人都犯病,敢是她犯了呆病了? 显然是一个,严寒的小孩子的想法,哪里能比得上子娟对黛玉一片忠心,替黛玉谋划了? 黛玉一望可知的孱弱,最好当然是给她配备一个有管理才干的大丫鬟。 一团骇气的雪燕,显然不是管理者的,适合人选。 十岁的雪燕与七岁多的林黛玉从受教育的差别,注定二人心性成熟不同。 林黛玉要比雪燕更稳重,明是理,雪燕被家母一看就嫌弃,说明不得力,远不如子娟,习人和鸳鸯那么优秀。 十岁的雪燕更是个小孩子,一派天真不懂事,完全不符合贾家贴身带丫鬟的标准。 有意思的是,雪燕始终都被塑造成小孩子的样子。 其实林黛玉十五岁时,雪燕已经十七八岁,却还是天真浪漫的模样,言语幼稚。 赵姨娘管她借月白色凹参加葬礼,她的回复都是小孩的对话。 家母干练且老辣,各方面比王熙凤、王夫人都要厉害得多。 她最厉害的一点在于看人很准确。 一来家母年龄大了,七十多岁的老人生于大富大贵家庭。 她管家几十年,处理过无数复杂的事情,接触过不知道多少厉害的人。 她经历的太多,看过无数人,不是普通聪明的妇女可以相比的。 二来家母天生比较聪慧,有识别人的能力,不是呆呆傻傻的家庭妇女。 待遇进京,是因为林家在两年之内死了两个人,减缘率高达50%,张玲若海深感危机。 担心自己一旦不测,年幼女儿将孤苦无依。 所以让待遇进京,就脱孤的打算。 跟着待遇进京的奶妈丫鬟,也很可能是终身不归了。 这离别家人的苦楚,一般是难遇承受的。 作为林如海选定的唯一丫鬟,很显然,至少在林家看来,雪燕是优秀的。 并且,我们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,那就是雪燕这个丫鬟,有可能是贾敏在的时候,为女儿挑选的。 如此一来,她对林妹妹而言,自然意义非常了。 对于林黛玉,饮食起居的点点滴滴,她必定是清楚的。 对于林妹妹的脾气,本性,她也必定是身有体会的。 那么服饰在黛玉身边的雪燕,到底怎么样呢? 她真的在拖黛玉的后腿吗? 赵姨娘的哥哥赵国基死了。 赵姨娘想让雪燕借件衣服给她的丫鬟穿。 明白了赵姨娘的打算后,雪燕在婉拒时,其用词也非常讲究。 我的衣服都是由姑娘让子娟姐姐保管的,如今去娶,又要报告子娟姐姐,还要报告姑娘。 况且姑娘最近又不好,反倒耽误了姨娘的大事。 赵姨娘听了,也值得作罢了。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,雪燕这个丫鬟,不仅头脑聪明,而且善于表达。 这里于雪燕的机敏就体现出来了。 因为我的衣服和脏环都是黛玉让子娟帮我保管的。 如果要借,得要通过两个人,就是黛玉和子娟。 这是赵姨娘绝对不可能为了借衣服,还要找子娟和黛玉去说说。 这就是雪燕料定赵姨娘不可能去做的行为。 书中自有环境物,关注极致读书,下期节目更精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